我们现在看一下碧桂园今天在顺德总部召开了全国媒体见面会,回应了包括近期公司的负债,项目安全事故等一系列在内的一些问题。 就在碧桂园的广东佛山的总部,那么现在这个情况,这个时候,媒体见面会还在一个进行当中,包括总裁那边以及碧桂园的创始人, 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表示,以后出现事故的公司项目要立即处理,不能找任何理由。 我要求组成一个50人的团队,研究一个更好的施工方法。 碧桂园集团总裁墨斌在会上发言时表示会和施工企业一起,尽最大的努力,安抚好死难者的家属,做好受伤工友的救助工作和医疗工作。 同时,配合政府部门,做好事故调查。 结束发言后墨斌就安全事故鞠躬道歉。 碧桂园集团副总裁陈斌对公司大运营和质量管控体系等进行了介绍。 在谈及近期多的出现的多起安全事故时,他表示心情非常的沉痛,并未对工友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在现场鞠躬道歉。 陈斌同时表示碧桂园希望能够减少业主等待入住新居的时间,努力将平均的交付工期从开工之后的17-21个月内。 客户满意率平均达到80.24%。 对集团全部项目停工整顿。 今年来,碧桂园项目安全事故问题频发。 7月27日,金安区碧桂园,城市之光建筑工地移出围墙和活动板房坍塌。 6月24日,碧桂园位于上海凤贤区的在建项目红树林发生事故,售楼处六层污面混凝土胶筑过程中出现磨架坍塌。 此外,公司杭州项目也曾出现问题。 对于近期项目安全事故问题,碧桂园集团副总裁陈斌表示,近期出现若干安全事故,造成工有伤亡,人身与财产损失,我的心情非常的沉痛,并且感到深深的自责,在此致意深深的歉意。 陈斌表示,针对之前发生的安全事故,集团采取了若干措施,实施管控方面的升级。 大家知道之前已经对集团全部项目停工整顿,自查自究,这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本周三,集团已经启动了所有区域开展安全质量交叉检查的启动会。 这项工作已经开始,预计预期15天左右,希望进一步巩固上一阶段自查自究的成果。 希望能够查出隐患,分享好的区域的工作精简,进而建立安全质量工作方面的长效管控机制。 形成项目总经理安全质量的抽减制度。 施工合同条款中明确承包人需在确保安全质量的条件下履行合同,如果发包人,也就是各个项目的工程存在安全质量等方面隐患的,承包人也就是我们的施工企业,可以拒绝执行。 并且上报集团总部,这里也公布了集团总部相关人员,电话和邮箱地址,同时制定了恶劣天气之下的安全风险管控方案。 碧桂园回应五个星期造加。 近几年,碧桂园的销售业绩高速增长,2017年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5508亿元,规模居行业之首。 除了三四线楼市火爆外,碧桂园的跟头制度和高周转策略,也被认为是重要原因。 其中,碧桂园在三四五线城市奉行的456,4个月开盘,5.5个月资金回正,6个月资金再周转,原则,被业界视为高周转的极致。 对于三十五天展示区开放的问题,陈斌谈道,我们通过设计优化,展示区通常是由一杠二层售楼部,样板房和局部的园林绿化所组成。 通过对工作面的合理划分,合理穿插施工,通过精心组织施工安排,诸如三不一要等等措施,在理想的情况之下,理想的情况下做到三十五天展示区的开放,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强制性执行的要求,我们会根据不同项目的地质情况,周边环境,天气等因素增加工期,以确保安全和质量。 而早期开放的展示区,为潜在业主提供足够的时间供他们做好购房的决策。 对于交楼的工期,陈斌表示,我们对传统住宅工期进行了分析和优化,通过科学的穿插施工,在确保安全质量的情况之下,根据不同业态层数,施工条件之下,通过工期优化的安排,我们平均的交付工期从开工之后的17-21个月内, 进而希望能够减少业主等待入住新居的时间。 选好合作伙伴非常的重要,因此我们跟中间二、四、五局、中天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我们致力于不断的推进技术迭代升级,传统的木方木模板的体系,在碧桂园基本淘汰的,取而代之的释钢支撑和铝合金模板还有SSGF体系。 碧桂园方面表示,我们聘请了深圳瑞捷对工程进行实测实量,碧桂园在前20强的房企中处于第一梯队,高于前10房企的均值。 碧桂园居前20强房企的位置和进一步提高的速度。 我们有全天候工地开放安排,同样有业主验收的安排。 我们有完备的响应和现实关闭的机制,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客户满意度的指数,满意率平均是80.24%。 回应9000亿负债,并非真正有息负债。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碧桂园共拿的7079万平方米,拿的金额2645亿元,规模全国第一,远超第二名万科的2812万平方米。 同样来自中指约的数据显示,仅今年5月,碧桂园就在全国拿的75宗,拿的金额200.27亿元,领跑行业,而同期第二名万科仅拿的11宗。 Wint数据显示,碧桂园2017年度总负债9330.57亿元,负债总额相比2016年总负债5000多亿增长了几乎一倍,高达88.89%。 首席财务官吴币军在见面会上回应9000亿负债时表示,截至2017年底可动用现金余额1484亿,短期有息负债683亿,未动用银行受信额度2485亿,公司当前现金充裕,信用评级良好。 总负债是会计上的报表科目,并非真正的有息负债,有息负债仅有2148亿元。 配合政府部门做调查未来计划五个进一步。 7月30日,上海凤贤区安监局对碧桂园位于上海凤贤区的再见项目红树林发生事故公开调查结论,认定这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据媒体报道,事故发生后,红树林项目总已经被就地免职。 31日,碧桂园对外表示,根据政府初步调查报告,集团对未经许可擅自压缩工期, 对施工单位安全措施监管不利的上海区域和项目相关负责人,分别予以辞退、免职、降职的严肃处罚。 而对于近期安徽陆安事故,目前,陆安市安监局未透露事件处理进展,也尚未公布对事故原因的调查结果。 碧桂园集团总裁墨斌在会上发言时表示,会和施工企业一起,尽最大的努力,安抚好死难者的家属,做好受伤工有的救助工作和医疗工作。 同时,配合政府部门,做好事故调查,结束发言后墨斌就安全事故鞠躬道歉。 墨斌表示,针对近期几起施工单位的安全事故,作为建设方,我们碧桂园深感痛心和自责。 作为建设方,我们负有监管不到位管理不到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此我代表集团,向死难者表示哀悼,向死难的家属和受伤的工友表示慰问,向社会公众表示深深的歉意。 既然问题已经出来了,我们就要证实它,面对它,解决它。 我们会和施工企业一起,尽最大的努力,安抚好死难者的家属,做好受伤工有的救助工作和医疗工作。 同时,配合政府部门,做好事故调查。 我们已对事故发生区域碧桂园的管理团队做出了严肃的处理,也会根据政府最终的事故调查报告,进一步的追加处理,包括对高层的处理,包括对我本人的处理。 我们在近期7月27日也对全国在建项目进行了停工整顿。 对于未来的整顿计划,莫斌强调五个进一步,进一步对所有的在建项目进行交叉以及自查式的质量隐患和安全隐患的检查工作,成为一种常态化加密型的工作。 发现安全质量安全隐患,及时停工整改,进一步加强集团的内控管理,以及延伸管理。 要把安全和质量跟团队的激励机制直接挂钩,而且是一票否决。 进一步优选施工合作伙伴,让他们必须将安全和质量放在第一位。 我们会加大在合同里,做好质量和安全的奖励比重,进一步推进工地开放,进一步大力推动碧桂园自主研发的SSGF新工艺。 这一新工艺有400多个项目正在实施,今年会达到600个项目左右,明年会超过1200个项目,后年会全覆盖所有的项目。